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杜女士和李先生 欢迎二位 按照惯例呢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来精排调解的诉求是什么 我和先生结婚一年多的时间 让我感受不到家庭应有的幸福感 安全感和信任感 我今天主要是想看先生 他到底能不能记下心来跟我一起 记忆家庭 如果没有 哪怕是怀孕了 我也想早日解脱 已经怀孕了吗 两个月了 有两个月的生孕了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是哪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主要问题就是 我们结婚 他前面有一个女朋友 感情问题 感情问题 拖泥带水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我老婆 若是地反映这些问题 我会听专家的意见 他说那些问题在你看来存在吗 感情问题的拖泥带水 真的没有他说到那么严重 我前面那个女友谈人三年 你说没有一点感情是 肯定是假的 我不会听 你认为是他所形容的 拖泥带水吗 应该有 但是后面的问题 不是因为感情 跟他跟前女友联系 是因为原来在一起 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他说他有两个月的生育了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过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按他的刚才说的意见 你是想过下去 还是不想过下去 如果他继续按前面这种情况 来对待我 我肯定我也不想过下去 一上场 夫妻俩就抛出了一个关键词 前女友 杜女士指责丈夫 在前女友的问题上 拖泥带水 导致他们的感情出现危机 可李先生却极力否认这一点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对夫妻之间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又是怎么跟李先生的前女友 撤上联系的呢 杜女士说 这一切还得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首先我跟他两个人接触 网上认识的 三十分认识 七月份结婚 几个月的时间就结婚 对对对 首先是欣赏他 这个人比较有胆识 比方说我们大胆地去创业 哪怕是从零做起 另外一个 因为他说他是当过兵的 我想当兵的人 是那种一落千金 敢做敢当 主要看中这两点 对对 我离婚应该有13年的时间 我没有谈对象 一直是在工作上面打拼 也没有那么的精力 妥妥现在 我基本上说是 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也想 抓住青春的尾巴 我可以说是 我跟他结婚 我把所有的情感 所有的财力 都放在这个家庭里面 感谢观看 晚安